大家好 五六月份养护蝴蝶兰 我们一定要注意 温度逐渐的上升 空气湿度60% 高温闷热 联系的阴雨天气 我们养护的蝴蝶兰 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叶片发出一种信号 大家能看得到 切一块少一块 严重的话 导致整张叶片发往干枯 我们养护蝴蝶兰 都是放在比较温度潮湿的环境 特别容易招来虫害蝴蝶兰 蝴蝶兰 这些虫子会啃食 蝴蝶兰新长出来的嫩液 或者是新长出来的新根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 用护蝶兰小白药 撒上半勺放在纸料的表面 均匀撒满整个盆面 这种药物是出沙型的 因为这些蝴蝶兰 蝴蝶兰都是晚上出没的 白天是很难抓到它们的 如果这个叶片被虫子啃食了 留下非常多的伤口 防止一些病菌 真菌从伤口侵入 导致病害发生 我们有多精灵 一对一千 每隔十天 给这盆蝴蝶兰 喷洒叶面 主要是杀精消毒 防止病害发生 好了 喜欢蝴蝶兰的花园门 这段时间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虫 好 再见 再见